我 在讲话说视频先是时间是7月21号 啊哇今天啊不要吃一点啊啊讲一下这个东西啊大半西环境疫苗进展顺利 欧盟通过纾困法案 啊等下跟大家说些 啊就欧盟突破图通过这个纾困法案啊那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这好像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吗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其实非常有关系的 等下跟大家看一个视频我我就不是不是我要给给大家看个这视频就是说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视频好像我前 应该是上年吧做视频的时候有在视频里面讲过这个视频不过我还是 再次推荐一下如果还没看的人非常经典的画面这里吗大家多讲计划 呃说一下JMIA 可以 呃这个是一个号称为是非洲的亚马逊非洲的亚马逊 目前看才好像 呃 我的看法是这种公司的应该是很有前途的 找不到没有前途的理由吧 呃只是说 这个价格啊要不要进场的问题吗 嗯好的我们说几句话吧还有你有这个 评论是说这你有最近啊这个经常值几涨几跌请问有是不是 是不是主力已经出逃只剩下散户了 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你你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到底是散户逃了呢还是说 主力逃了 呃我曾经有讲过吧其实我等下旁边也拿出来看看就是 我个人看法是 大的投资人啊就是 长线的人啊 他还留着短线人啊已经撤掉了 就在十三十四的时候吗 很多人都在那里就是有一些做短线人撤掉了 嗯 我是这样看法的 那其实我其实我以前有讲过 还有这个尼克拉尼克拉上个视频有讲过吗 然后的话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尼克拉吧 很多 不是有很多新的股票吗在市场流通吗 有什么新的股票 然后就这几天的话尼克拉一直这样 其实我回想起来我上 之前前 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候吗大前几个星期有讲过吗就是有个人在 Sicking Alpha那个网站里面有位 有位 编辑吧 他说过就是 是我当时在 呃首先是我被问到这个 尼克拉有什么想法可不可以看一看什么情况后来我去查一查后来我在 在Google里面找一下找到的Sicking Alpha的网站就讲到 呃就是有些早期的投资人吗 他们就是可以在7月份的时候可以把 就是可以正式 呃不受法律业数可以把手上的股票给 呃就是卖出去吧 当时就是市场上有很多人买了一些 铺的 这个期权吗买了很多吗在7月底的时候吗 呃所以说这些人看来 我们也知道这些人是赚了吗 这个这个其实是尼克拉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 就说有有大量大量的这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 做空的 当吗 在7月份的时候吗 今天其实好像不是7月份吗就是 可能多几个月吧 反正就是在 插播的时间段吗 就是 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吗 这个之前有讲过 只是说 我们当时就是好奇到底会不会 像那个文章那样子所说的那样子会出现一种情况 其实当时有讲过很叫space 叫 叫好像一个这个太空旅游 SPACE吧有个公司吧 开看 呃 就是这个 其实那个文章当时有讲过吗 当时那个股票在这里这样的时候吗 他有讲过后来的话 也是那种吗就是 投资人可以在这一代可以把原来早期投资人可以 股票吗可以在这里卖出去吗 后来时间到了时候确实开始狂见了 后来我们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 呃 SP CE吗后来逐渐逐渐 我们看一下逐渐逐渐慢慢回来了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有没有我其实我在想可能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吗 叫 就是说你可能有没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旁边吗 如果按照 当初同样的 这个案例分析的话以这个为案例的话 叫为什么 叫什么 给兰提是吗 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多吗 忘记 啊 可以有可能在你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嗯 我再看看旁边还有一个 航空公司啊 我我看法是 我先讲过这个东西要非常的有耐心啊航空公司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啊今年之内估计是没什么没什么救了 疫苗一般来说也要等到今年年底甚至明年年初 所以说 嗯这个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我 目前的旁边今天目前旁边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好说一下VFC吗 VFC你说这个VFC和 QR买入就低了 这VFC是否是一个好的进场点呢 我上早就讲过吗 就是说 VFC啊我当时说的时候是中长线或者说是长线吗 他是一个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很明显吗 因为 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吗 我一般中长线是用周线来看 或者大的旁边几年的旁边来看 如果你按到几年几年的旁边来看的话非常明显现在VFC的价格还是 总体来说从过去五年的价格 包括那个EQR也是这样子还是OK的 那么因为你买股票 你要想说每一天每次都是今天买明天百分百就涨后天还是涨在后天还是涨 这个 这个几率不是很高怎么大多情况下你 就是你要你要想就买进去马上就涨 可能性是一半一半 我是这样理解吗 所以说你要决定我自己说这个要决定要不要是做长线还是短线吗 然后等下跟 以旁边的形式来看一看嘛就是 图面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下面这几股票今天的话表现都不错啊 CRM CRM今天 今天我先撤了一些 看来明天还会继续涨可能明天还在车吧 INTU 看看INTU 其实都 我想说点就比如说这这些都是我比较 最短目前我所做的比较短线的最短的这些都是我关注的股票可以看到今天最近都表现不错 好像V3我今天全车的V3的话这个这个哇 这个是非常漂亮近期我做的最漂亮的这几个其中一个 啊 总共是撤了三次 啊这里买一次卖一半后来又下来又买了 回来然后又撤了一半然后这下来又 这个不错这挺顺利的还有MD2G之前还不错 啊 我还说一下其实你刚才在VFC那个是中长线那你那个那个是买进去 一般情况下 啊 我的理解 就中长线 你至少要几个星期能能够去除非 如果说交易被打断只是被打断的话那没话说 如果在没有被止损的前提之下通常情况下我的理解是正常至少要等 几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吧或者可能要 有的时候其实像我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中长线的话 一个月的时间来评估到底什么情况 你怎么这是就需要很有耐心的 很有耐心 而不是像我这些这几个这几个很快这几个 几天就答了 我说没说下这个ADI 我估计可能这几天也会涨吧 机率挺高的 因为其他的科技股比如像我们昨天我说的INTU 我准备明天如果我看看我准备是在我准备是300年级这里测量 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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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这 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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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了 这个CIM怎么 这个PAYX 这个还在等待 这个今天没有怎么涨 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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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CIM 今天我先测量一些然后准备看看什么时候到了200这附近我苦力还全测量 我准备在在等一等吗整一两天看看什么情况 OK 呃这个是日线人关注的 啊对可以注意一下CIM呀BLL 今天是表现相当的好啊我所以我不是说今天我说今天是指20号因为我们先我现在录视频的时间都是凌晨呃这时间多吧现在是21号的4点吗 呃第2也OK DUK 就是说 你可以注意到 呃 就是说同样是在一个 一个support level不是每个股票都涨了不是每个股票都涨了但是呢 至少 就我的理解的话至少可以大大提升的几率吗如果说没有随便买的话 就是闭着眼睛买的话那 那我觉得是完就是那是完完蛋了我我个人的看法吗就是说 所以说要知道啊这一点啊就是support或者resistance并不是说他一定会 百分百反弹或者怎么样吗 你再看一下这个otx吗otx吗这个其实是就是这个做电梯网站 之前从这一直网站这已经找到这里的现在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我就说 做中长线的话 我的一般来说啊做中因为我的长线的进长点基本上是跟中长线是一致的 啊是一致吗 呃 其实 原则上来说更久一点 长线的话我一般来说是看几年的盘面中长有时候就看一年的盘面就够了 因为我是这样子吗 呃 还是可以如果是不行还是要止损了所以我是讲跟你说一下 这个损失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 不需要感到意外 啊 呃 对就是你仓位方面要管理好些吧 呃就是不要把我通常是不要把不会把所有的股票都都买一个板块吗 那这样子吗 其实我现在等于说这是我先其实等于说在回答这个 VFC的问题吗有点像 好不好意思啊有点 有点偏离那个 就是原来的 视频啊做法吧好我先说一下这个大盘看的情况 大把0.66没什么可的大家非常明显看一下 我知道最近这几天我今天在 市下有收到几个几个几个来几个 问题也不是问题就是 问话吗 跟我聊天吗 呃 我想这句话就是有我就不说名字吗就是有个人吗跟我联系吗今天我就跟他我也跟我就把他的这个 这个遭遇啊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他 做空大盘 OK他是做空大盘 然后现在亏的很厉害 他用期权做空 他把他50%的仓位 那去 做空大盘 其实你做不做空没有关系的 我倒不是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说你把50的50%的仓位去买一个 去做 给给一次 去交易一次 这个这个实在是很危险的 你第一次亏 如果你亏了一次 你就是账号腰斩了 如果你第二次再亏就爆仓了 所以我 我觉得千万我个人想说的就是 千万不要 就是说一次性损失的最大值 是 50%这个太太那个了 我就 五分之一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数字的 我说五分之一啊 就是说 整个账号的五分之一 拿去尝试 我觉得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高了 我说没说下 我现在说的是交易啊 投资是另外一种策略 不一样的 我现在是说了一字 就是说 一次性同时 最大的风险是多少吗 我觉得 50%实在是太离谱了 实在是太那个了 好我们先说大盘 现在大盘就是从昨天我们在 20号的 两点是在这里吧 我们当时 就是说我这里还有上一个视频的记号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就这地方吗 这地方就准备做多的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说 3200这附近吗 已经坚持住了 然后今天然后就20号的时候 3点4点5点6点7点 到了10点的时候 已经超越上面了 11点 维持住了 OK了 冲上去了 现在的话低到防信是在大概是3230这附近 这是低到 sport level 至于阻力的话现在是没有阻力 阻力如果说要是我们看看 下一道阻力是在是在多少我看看大概在3330 是在大概是在这里吗 像这个地方进发现在 3300 就比较明显了吧 就在这个位置接下来就要轮到这里了 OK 好久没什么可说了就这样子吧 今天回想起来今天的旁边还是科技股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还有几个金融就是visa 我觉得还表现还不错 有几个金融板块 看看黄金的情况 黄金的话就在这里已经冲上去了 接下来的话反正黄金也没什么 老样子吧 黄金黄金其实没什么可说 倒是这个石油啊 大家看一下 什么情况 关注一下石油板块这几天 上个视频的时候 石油板块在20号的3.4天 在这个地方是吧 我当时就我当时的评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关键的位置吗 这个市场关键位置 那么现在从这里 蹦涨到这里的 跟大家说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 我不知道你们感不感兴趣 我是很感兴趣的 因为我平时是关注全世界的 动态吗 时事 就时事动态 重大事件 特别是军事冲突 还有一些 重大的一些 政治事件 我都在 关注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埃及 的国会宣布 可以 干预 就是 埃及的国会宣布 就是他的国会 宣布 现在埃及的军队 可以 干预利比亚了 什么情况 就是利比亚 现在就是利比亚 我跟大家说一下 利比亚现在有个政府军 还有个是反对 反对 就是反对派 其实也不能说反对 就是反对的一些武装 反对武装 有两个派 一个是政府的 政府的武装 政府的官方 就是 政府吗 那么这个官方的 这个军队呢 官方的政府 现在 是和 土耳其 一伙的 就是现在的官方的 总统吗 利比亚总统 官方的 就是合法 所谓的 就是目前 国际上承认这个合法政府吗 是跟土耳其在一起的 OK也是被 目前联合国承认的 这样子吗 那另外一派是国内的一些 武装力量 反对派了 这样子吗 这一派呢 目前 是 跟 是跟这个埃及 一伙的 OK基本上情况 那么现在埃及就是说 要干预利比亚 就是埃及要跟 这个 利比亚国内的这些反对 反对派 合在一起 准备要 就是说 在利比亚 反正为了 美国家自己各个利益 准备要在 要干预这个利比亚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 将会多年来 中东可以说 可能会打了很厉害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着办吧 就以色列 可能接下来 等于说要跟 利比亚 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吗 基本上 应该来说 好像是很难避免的 因为 今天的 埃及的国会 已经宣布可以 进入 利比亚 好我们接下来看着办吧 接下来怎么收场 那么现在的油价 是这个情况 我刚才说过了 那么我们看看油价 如果说打起来大打的话 我们可以 毫无疑问 这个石油 继续往上冲 没有任何的疑问 整个石油的旁面 就是 上次有讲过 整个趋势是这样子向上趋势吗 我以日线为看的话 如果说中东 大打出手的话 我估计 四五十五六十 不用等很久 不用等很久 但是我发觉最近 这个石油股票 没有什么涨 CVX跟那个XOM 都没有什么涨 我看一下slb什么情况 对 最近的话 石油的股票都没怎么涨 没有跟了环金 石油一起涨 等一下 我估计明天可能会涨 我看 等一下 对对对 我估计目前这个旁边的话 估计可能明天这几天估计石油股票 如果我在有在支撑附近话 我估计 我也会去考虑的 OK 这就是石油情况 我现在看看其他的新闻面方面 疫苗进展顺利 我今天看到 就是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上次的英国这个公司吧 就是全世界 现在目前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疫苗进展最快的公司吗 他在 这个1000多个人的实验当中吗 疫苗的实验当中啊 发现很多人啊 就是已经有体内啊 有产生了一定的抗体 已经至少坚持了 两个月 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了 不好意思 有时候我查的时候 啊 看一下这里啊 就是 呃 这个 vaccine produced antibody antibody and kelet T cell 我不知道这什么什么什么细胞 反正 能够啊 对抗这个感染吗 而且是 至少也可以 可以坚持两个月 啊至少可以两个月吧所以这是个非常正面的新闻 连联合国 WHO 就都出来说 不错 OK好其他我就不多说反正这个就是目前的 疫苗的这个 发展情况嘛 就 比较乐观 那么现在今天的话川普啊 大家看一下明天我报应该是明天就开始了吧就是 川普说啊现在他要重新开始 这个新冠病毒的美日的一个简报 其实我们之前几个的时候不是每天都做吗 后来中中间就停止了吗 那么现在总统说要 又要开始做了 starting 呃 tuesday也就是说 星期二我们明天下午我不知道什么时间的应该是差不多吧 上次都是下午5点6点左右吧 5点6点吗 搞这个美日的 呃就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美日吧 他们发现了就是说第1接下来新的这个press 15是在明天开始吗 我只是说星期二吗 呃这个又要开始做病毒的 这个 简报了 OK明天又开始 呃其他方面 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州啊 要求 就是周周内的这个 要要要戴口罩 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 蓝色的州这些都是要要求你整个州啊 进入公共场所 呃人人群多的地方吗都要戴口罩 OK 啊 那现在 这个地方没什么没有什么新闻 OK 呃欧盟的话 现在已经领导人已经 达成共识的吗 呃就是要 这个新的救济法案吗通过了 那么 是多少呢 unprecedent 从来都不就是史无前例的 是7500欧元相当于8570亿美元吗 这个其实对对股市是非常有利的其实很多情况 我 欧洲的欧洲的那些新闻啊 其实对股市也是很重要的 也对美国的大盘有影响吗 其实包括中国 其实如果中国比如出了一些重大的 一些经济情况的话其实对美国也有影响 现在全世界其实经济都是互相连接的吧都有一定的连接 所以 呃 我这里就不多什么其他东西了反正大家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 那么我最只是主要想说一下 的 照 YouTube里面你按这个flash crash吗 在那一天啊大家看一下 PG PROD GAMBLE吗 PROD GAMBLE啊 降了百分之十几好像 我看一下 这样的百分之十几吗 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吗 因为当时的话 欧洲那边的西大吗 在危机吗 然后街街头很混乱 然后整个 反正很有意思 我还记得那个是2010年5月6号的时候我当天 这个的真的是 真的我见证的那一刻非常有意思 我记得我当时还买了百度 BIDU 还买了百度 我当时有买了股票百度 很有意思 OK 那现在就说一下 这几个股票吧 JMAI JMAI AI是 被称为非洲的亚马逊 那 有没有前途 我是看不出来没有前途吗 看不出来没有前途应该是有前途了 那我先看看他的股票吧 这个现在是9块多是吧 OK 然后 我这个股票 怎么说呢 反正啊 我就这种类型的股票 就是 跟你有跟API 跟Nikler 你跟你 跟Nikler 电动车都是一样 就是 这个这个就是说一整个 投了多少钱啊 整个 钱以为止损吗 就是就不用说止损了 我再说一下 就这种股票 就是 等待 呃 一般来说我觉得 拿总仓 总账号的十分之一或者怎么样吗 左右 去去买 好接下来就等待 那我并不是说一定是买 我不是说 跟大家说一定要买这个股票 我只是说 我的看法就是 投这种类型的股票吧 因为他的波动非常巨大 大家看一下今天好像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也就是说有可能明天这样的百分之十七十八都有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仓位的这个管理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就这股票我至于 怎么样啊 你你然后这位你说现在确实是在九块突破了九块是吧 OK 九块的话 啊估计他明天在这里也就也有可能明天反正继续往上走或者是这样子吗或者说 估计 通常情况下比较保守的做法就是让他先回到九块的时候吗 等他反弹 再做第二次就是 突破的时候上来再下来 再反弹 这个一般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做法吗就比较安全的做法 但也可也许他明天就不见了就直接一起往上冲也有可能 对好就这样子吧我这个这个没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这种股票就是 也根本就不需要去看他什么业绩报告了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公司没有必要看业绩报 其实这就像当年的亚马逊我们看亚马逊吧那么亚马逊他因为他 他是被称为非洲的亚马逊吗 我们来看看亚马逊当年的IPO的时候什么情况 当年很多人都笑都都说亚马逊这公司不可能成功了 因为他一直亏钱吗 就是 哇 真的是好夸张 OK 哎呀看下他基本上从IPO开始就一直没没怎么见过 然后一直冲冲冲冲到这里之后呢 后来下来大家看一下 从100块 见到只剩下 多少呢 9块钱 大家看看 从100下到9块钱 减了90% 好离谱啊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哪怕你如果从最高点100块 就是最贵的时候 当时的大看Bubble吗 100块买进去 现在也是涨了30倍 也是涨30倍 也就多少年20年时间吗 大家看一下 从这里讲到这里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回过头来这个JUMA 这个股票的话 那就是 那就等吧 这个只能等了 然后就是仓位管理好吗 就是比如说打比方吗 如果说是2000块钱的话 那就要做好准备这2000块钱 可能会变成1000块钱 就买进去 就一直等了 等个 等个三个月到四个 这种一般来说三到六个月就够了 三到六个月 我觉得应该 应该有答案了 就这样子吧 这个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啊 就是要 仓位管理要 准备好钱 或者说 一般情况下 我个人是觉得 比较保守的做法就是 十分之一的仓位 去买这个股票 就是你投资正好吗 我说这个跟跟这个交易的那个策略的管理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另外一种方法就专门 投资的那种 管理方式 OK 你有你有的话 是之前好像也说过了 大家看一下是 是 在这个地方吗 我自己讲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 很多人啊在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 呃在 就是说 在 7月8号的时候 第1个 呃这个当地第1个当地吗 然后后来两三天的时候就下来了 现在又上来了 OK 那么什么理解呢就看目前为止啊 就是说 单纯从技术分析来说的话目前的话今天了 啊17号的时候吗见到这个位置就在11块这里吗 市场在关注这个地方10块大10块9毛这附近吗 那么现在 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现在反弹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基本上 就是说 他一个来说啊 啊基本上是可能会可能会在接下一段时间可能会在这里啊打打圈有可能会打圈吗 我拿着冲上去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反正就目前是这个情况吗 这是第一道现在是比较大的房线是在这里 10块9毛钱 那你 至于 至于 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散户 还是就是散户还是专家 不 其实什么不知道就是到底是主力呢还是散户车辆 我我觉得我不会我不会用去用主力这个词吧 因为我更喜欢去用一种概概念就是 做短线人做长线人吗 我这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啊做短线人 而做短线人也有可能是散户 可能这人账号只有五千块钱 也有可能是 机构投资人 对冲基金 或者有些是专门 就是手上一个大的那些 Trader吗 可能手上持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这种 账号吗 这些人吗 就是说 或者说是 做短线那些 对冲基金也有可能吗 所以就凡这些人专门说短线人啊做短线人当然 很明显这里就是 是可以测的 没有任何理由 记不过我其实老实讲找不到什么理由继续留着的 那除非你是做弹线 长线的话那肯定是有些比如说是 有些大的投资人吗就是有有些人去专门他就是 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公司会变成特杀这种公司吗这种情况吗 他们当然就没有必要测料吗就继续往上等 反正 这个公司也才多少才APO 才APO不到两年的时间吗 路还长的呢还早的 所以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测量 但有些人 可能他涨了百分之 这个单子比如涨了从这里买进去或者这下方买进去 他涨了百分之 两三百 当然 很高兴就 you know 就没有没有就就测了 其实这个字有讲过 至于那个NK LA吧 呃这个股票的话我们昨天讲过了吗现在的话从这里又降下来了 哇这个 啊确实有些人已经震了 啊多次有些人之前他不是有这里有有有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吗不是有些人买了七全吗我们是之前不是讲过吗 这个我是在这里的时候开始讲这个视频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吗 那么 我们可以想象从六十多块降到三十多块 这些人当时买铺的这些人赚了多少我们可以想象 那么现在的话反正 旁边很清晰吗就是 逐游逐游逐游往下走那么上市都已经看出来是在这里 目前的话这个价格已经跌破了这个地方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还不是一个进场的机会就至少 要回到以内 至少回来 目前的话他因为他跌到这个地方有可能明天 他到了到了这里哪一滚下来呢 这也是可能性也挺高的 谁说比较保守的做法做这种旁边我不管是不是立刻了 还是其他任何股票 这种类型的旁边如果做多的话 最好还是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而且回来 不是一天 要连续几天的话 这样的话能够 确定一下 确实有买家 对这个四十多块感兴趣吗 对基本这样子 下一个是 A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市场 呃 我 啊 我是理解吗这个 我觉得现在的资金 我宁愿去买刚才那个VFC 也 我暂时不会去买这种 航空股票 呃 我除非呀 除非他价格能够降到再 如果说完 如果说打比方 如果说叶级爆出来 如果他能够降到 这附近就8块多这附近 如果能够降到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考虑 目前这个地带有点像是摩尼两可 悬在半空中 嗯 但是你回想前后你看看其实他现在价格基本上 这个点位我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其实有很多人 有些人的有有有有有有比较明显的反应吗 这里这个地方吗 又在11块 就是11块这附近 那么现在的价格是在 我觉得 做那种超短线的话 其实 就是说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他能够降下来可能会有个短时间的快速反弹 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位置吗 反正就是这个五条长线的话 我 我目前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 在在等一等吗 OK 等到 就是疫情有效有点改善为止吧目前我疫情真的是很差美国已经就是一天都是7万左右现在 OK好最后再说一下VFC跟那个OK VFC 这种其实我刚才刚刚做视频的开头就讲了一些吗 因为 首先要说明是顺说一下这是一个我眼睛肉眼看过去他是一个中场性不适合做短线 啊讲什么 啊左边是 呃左边是周右边是日 那你可以注意到一下其实 之前和我跟你讲其实今天啊降下来也不要什么觉得什么 奇怪 呃其实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他的 买点 原来的买点啊按照原则上来说如果是做日线的话其实原则上来说他的买点是在 这里 这个地方吗 现在等于说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就这个他涨了三四天之后呢 蹦一降下来了回到这个原点呢 就是在现在目前就比较大的一个一个价位吗 大概是在50就是就在57 57到58我个的就是 我大概是在这位置吗 目前的话基本上在这位置 其实还可以注意到的明天他可能还会再见 或者说基本上差不多然后再有所反弹吗 然后定在这里的 这样子吗 业绩报告可以注意一下是在7月31号 7月31号啊 还有大概 一个星期多了一点的时间吗 OK 那么 基本上这样子的 其实 这个因为我要跟你说这个是中 中长线的话 如果周线的话一般来说你 你以这个 你中长线以周线为主吗 周线的话他一个bar 大家看一下一个bar是一个星期吗 你现在才一两天 你也知道 没有什么意义吗 一般情况下 对呀 如果你是日线你当然至少 至少一千天 一天之后吗 如果你是做五分钟的图 你自己要等五分钟看看情况 那么这中长线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星期的 一个星期的那个周线 以为基础吗 那我的我通常的理解就是说 至少要等一个星期 来评估 什么情况吗 目前是还不明了 这个价格方面的话 因为我 我刚才说嘛 就是你看看他过去 大家看一下 他过去五年的价格也就是说现在从2015年到现在 大家看一下 2015年是在 就在这个点吗 OK 那之前的话就在这个点 那么现在价格是在这个点 这是平均的中间这个价格吗 OK 所以说 前 几个星期的时候 前一个月多的时候吧 当时 曾经他在短时间从这里 涨到了70块这里 我记得 我记得我 我记得有跟大家讲过我其实我上次什么时候跟大家提的时候这个股票我应该是在当时他是在50 50 几个星期都是说中长线 直到他 慢慢已经偏离 有点贵的收获 对 也许要等六个月 也许要等一年 也许要等 也许要等两年 这都有可能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 他的价格从这里涨到这里是等了多久呢 是一年两年差不多是两年的时间啊从这个位置到这两年时间 这个位置呢从这里到达这高点的大概是 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游戏才刚刚开始什么时候从这里再回到比如说 80块这附近 那么上一次都是等这个这个是等的大概是一年左右吧 也就是说 这个需要 需要先耐心 但是 有有个优点是什么 就是你这个股票 等他你有钱等 有钱赚的等 不是有些股票 你没有钱 等了 那么这个股票的股息我记得应该是在 百分之四点几左右吧 你可以去核实一下 去查一查 就是你现在 只要你 不用那个 借钱 就是marge account 正常情况下 如果你手上是用cash去买的话 那么你一边 就是 就是你会有 就是说你在等的过程中 他公司每年给你 比如说百分之四或者四点几的这个股息吗 那么你可以你我通常情况下比如像我的话我通常啊我的股息是从来不拿到手上我每次拿到股息呀就重新再去买这股票重叠 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个等的过程当中 啊 我可以你就是说 把所收到的股息全部来去买股票 这样的话可以使得这个 这个未来呀 增长了 增长了就是股息增长速度加快了 OK 好我就不多说了啊基本上这样子 想要你就是提到这1Q啊我就没有在这里说 这个写在这个字 背景吗因为已经很拿的很长了现在 这1Q啊 这个1Q啊 这个1Q啊 这个1Q啊其实倒是比比刚才那个要未前一些嘛这个其实原则上来说 啊是可以止损了大概是 如果说明天他没有反弹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基本是你结束了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要去止损了 你可以看到注意过去历史的情况 反正基本上他是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吧反正你大家说你要知道 对 讲基本上这样子吗 现在就在这里 嗯 有的时候我想OK我就做做个最后的总结吧 你说这个视频吗 就是 你买中长线的时候啊 你要有这个耐心对吗 因为每个人他的耐心不一样 就为什么说有的人啊他适合做 短线 因为他没有什么耐心他想要马上 得到结果 不然的话他每天睡觉都要想着这个事情 那么有的人他就是 比较有耐心他可以等 知道吗 他就是心境比较平和或者说怎么样不急不慌不麻 那么 这种人他就比较挺适合做中长线 所以说 至于 你你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人 我不知道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通过实践 你能够 认识到自己 如果你发觉每次 你比如说 股票一这样 这样一些 这样一些呀 你就开始紧张了 你就开始 就是胡思乱想了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太 其实那说明说你不适合做中长线 你可能适合做日行 可能适合做 甚至做日内交易是吧 这一定要 知道自己 是什么性格 谁说别人才说这个 股票啊 其实 其实心里的因素 非常非常的大吗 就是 呃 就是他可以考验你的人性 可以可以那你制造一下你的性格 到底 能不能够玩这东西 还有适合玩什么东西 怎么个玩法吗 这样子 好我就讲到这里吧 就是这个股票其实原子产的 老师讲 如果是日行的话 肯定是要撤了 最周性的话 周性的话 我看一下 周性的话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们看看 那么在这地方 如果是 看看他价格 目前的话他上次是在 18年的1月份 当时曾经有在 55块多一点吗 我现在价格就在这个地方 呃在尾巴的时候 有一点点反应 如果说明天 或者说接下来这一两天能够不见下来维持住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应该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 意味着这这一道房线已经被验证 所以说这个地方 原则上来说可以等一等 如果是做中长性的话 但如果日性的话 其实日性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如果日性的话 这个单子一般来说是 设在 56块一毛几个附近吗 直准了 但这个如果说是 中长性的话 那就是有点不一样 那他现在 他的这个 这个 止损位置是大概是在 如果我的理解是在54点 7级6级这附近吗 这样子 我再降下来的话 如果是 中长性吗 止损一般来说是在54点 60这附近 我这样子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他如果被打掉 有时候我会 第二次进场 如果他降下来马上又回去了 而且长得很好的话 那就是有时候我就是 再买一次 这样子 OK 好就在这里吧我现在 很困了现在 好 那么最后最后最后再看看大盘什么情况 哇0.73了 OMG这么这么猛这个大盘 我们也知道下周啊现在国会川普跟在三年 跟民主党三年下一轮的 经济刺激索困发码有可能啊有可能又要发钱了 我们来等吧大家我们 看看有没有政府再给我们钱啊我们就等着吧 就就等着吧大概下周 一般来说下周之内就答案了吧 下周 差不多就答 最多不会不会超过八月 八月底出 这样子一般来说 反正看看吧 希望 我们就希望 这个月之内有答案 OK到底这个政府的纾困到底是输什么东西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个人认为是基本上可以说是100%肯定 就是说一定会有个新的纾困房出来 出来不可能只有之前那个一定 一定会有个新的出来只是说 内容是什么 这个地方可能有些 我们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又是肯定是要有一个再加一个纾困进发 好这样这里吧我 点赞订阅分享那么下次再聊啊拜拜